全球各地房價水漲船高 那麼想要晉升有殼族 現在難度可以說是越來越高了 因為國際住房負擔能力最新的報告就列出 不可能買得起的十大最難買房的城市 美國的城市就占了一半 那麼第一名是亞洲 那麼是以居跟天價租金聞名的香港 房屋的擁有率只有51% 那麼在所有的調查城市裡面是淨賠莫座 反觀新加坡因為政府執行公宅 房屋的擁有率達到89%